被孤立的明星有多可怜 出道真处的易烊千玺 在参加亲手会时 坐在那儿就像个小丑 只有耐得着孤独 才能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机会 她的实力终于被大家认可 和洪山小学和大学都被孤立 只要有人和她玩 就会被一群人约谈 曾经跟我玩的好的同学 他们都会带着红眼眶走到我面前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跟你上下学了 大学生活又回到了小学的状态 我老被选上去拍戏 同学就不开心 回来就被勾勒 又跟大家不一样了 袁又林在国外上学时 因为是全班唯一的华人 他们就对她各种侮辱 教室我不敢做第一排 因为每次我做第一排 他们就会哭口水在我身上 然后每次我把我的便当打开 拌炒饭 我们觉得很香 中式料理 然后外国同学全部就搬走 所以后来我就在厕所示范 同样乔欣在寝室被孤立的情况 又有多少人经历过呢 我就说要借下梳子 结果他们不借你 也不说不借 就不说话 就跟听不见我一样